小安手得非常黏 差一點發生失誤 進攻時間快到了 只要5秒艾富伯的跳投進 拆炸彈成功 艾富伯昨天的得分也超過30分了 蔣玉安頂點的3分球馬上回進一顆 我們的本土的MVP 就是我們國內自己培養出來的 土生土長在台灣培養出來的優異球員 不過回過就是負責進攻跟得分來幫助球隊 帶動整個團隊的節奏 只有高插板沒有在籃下 最後是沒有得手 英雄把這一個進攻守下來之後 外線的出手 兩個人在身材上他還是迷你了一點 是 奧爾丹達吃掉了禁區的長忍 蔣玉安 中聚人跳投出手 他在吃小朋友一樣 是 雙方的經驗就是有差別 博艾爾單手扣籃得分 接破陳孝龍的傳球 柯厚斯很快的轉換快攻 馬上噴進了3分球 柯厚斯地板球走到蔣玉安 蔣玉安殺進去 空中的 哇這個挑籃雖然沒有進 柯厚斯已經拿下9分了 艾富伯傳出來外線的出手 緊3分球 林一輝 對包夾傳出來林一輝頂點的3分球 沒進 哇 陳孝龍進攻籃板 外線的出手 進了一個3分球 蔣玉安 跨下運球之後 直接拔起來3分 出手沒進 拿到球快速的推進 給到左邊的Kiwi 外線的出手 偏了 籃下打勝 剛才是讓陳孝龍有比較好的出手機會 艾富伯傳出去跳投得分 對外線出手沒進 周國萱進攻籃板 再給到李其偉 跳投得分 在國體大眾和體育館 也仍然是非常多的球迷到場 大勝的出手 戴維斯第一時間去 注意中 給到大勝 挑籃得分 旅賽俞倫外線的出手 沒有 戴維斯 最後拿到這一球 非常的少 雲爆把旅賽俞倫換下場 林一輝回到場上 外線的出手 哇 林一輝外線的出手 沒進 補籃 陳孝龍沒有補進 但是戴維斯再補又有了 戰績是3勝6敗 相對是比主場戰績6勝6敗 比較不理想 大勝的出手 拋進了 哇 逐漸的把領先拉開 來到16分差 林一輝殺進去 在籃下 硬是把這兩分要到 這就是最好的反擊 對 不是砸球 不是出手 也不是噴垃圾 哇 愛祖國 拋進了這個壓哨球 讓雲爆 我的擔心 我屬於是